第十章 石头谢恩 远远就看见赵三和他婆娘带着小石头坐在自家院里,正和爹娘说着话。 赵三看见青木热情地打招呼道,青木啊,干啥去了? 青木笑了一下答道,哦,去村里了。 随即用疑惑的眼神扫视了赵三两口子。 这一家子都到自己家,莫不是有啥事情? 赵三见他迷惑,咧嘴笑道, 我和石头娘带着小子特地来感谢菊花来了, 那天要不是菊花,咱石头可就没了, 过了这些天才来,都是家里事多,石头回去又病了一场。 青木这才明白,见爹在戳麻绳,便也端了个小板凳, 坐过去边帮忙,边听几个人辣家常。 杨氏一边纳鞋底,一边和石头娘说着闲话。 小石头则略有些畏惧地凑到捡花生的菊花跟前, 犹豫了一下问道,菊花姐姐,你挑着花生做啥? 嗯,有长进,没叫赖拼女了。 看来在家的时候,石头颠羊很是叮嘱了她一番。 菊花撇了她一眼,说道,将这磕大饱满地挑出来卖和做种, 又小又瘪的,炒来吃了。 哦,小石头听她这么说,也帮着挑起来。 她又想起在家的时候,爹娘对自己的嘱咐, 抬头看了菊花一眼说道, 菊花姐姐,难为那天你救了我, 那些鱼竿可是我自己可晒的, 放在筛子里晒的,没沾过灰, 全都弄得干净得很。 赵三一家这次果真带了十斤鱼干, 还有一些蜂蜜和糕点什么的。 菊花见头虎都虎脑的, 两只眼睛咕噜直转, 很是灵犯, 不由心生喜爱, 想了一想, 起身去厨房, 抱了两个粗桃罐子走出来, 又拿了个捏边的盘子, 从一只罐子里面掏出自己炕的香锅吧, 另一只罐子里面掏出些卤花生米, 放到盘子里递给小石头。 小石头早在它爆出罐子的时候, 就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了。 等菊花打开罐子, 那锅巴和卤花生米的香味飘出来后, 不由地塞边两夹直冒口水。 此时见菊花将盘子递给自己, 破天荒的小脸红了, 扭拈了一下, 还是抵不过那两样东西的香味, 一边伸手接过来, 一边对菊花缅甸地傻笑。 多谢菊花姐姐。 当小石头迫不及待地嘎嘣嘎嘣嚼着锅巴, 不时地还捏一颗花生米放在嘴里, 吃得倍儿欢的时候, 那浓郁的香味也吸引了几个大人。 哎呦, 这是啥东西, 咋这么香嘞? 石头娘好奇地抽抽鼻子, 见儿子不停地大嚼着, 忍不住也伸手捡了一块锅巴放进嘴里。 小石头一见, 急门转身, 拱腰将那盘子护在怀里, 不让她娘再拿。 锅巴自家也有, 可是菊花姐姐这个锅巴显然不一样, 不知放了啥东西, 咸津津, 香脆香脆的。 还有那花生米也是, 实在是香得不得了, 可不能再让别人吃了, 盘里都不多了嘞。 她的动作让大家都笑了起来, 小娃子总是爱护食。 赵三故意大声叫道, 石头吃啥嘞, 也不给爹尝尝, 羊有啥用。 小石头嘴里不停, 两眼转了转, 很不情愿地拿了一小块锅巴跑过去递给她爹, 还说道, 这个是菊花姐姐给我的, 小娃子吃的东西, 大人吃了不好。 哈哈哈哈。 大家全笑了起来, 连菊花也忍不住, 抿嘴笑了, 你少吃些, 这个吃多了, 要喝好多水的, 说不定肚子还疼, 待会儿我给你装些回家, 你慢慢吃, 一次不能吃多。 菊花告诫小石头道, 怕她吃坏肚子, 那就好事变坏事了。 石头听说让她带些回家, 立即两眼亮晶晶地, 乖乖地答应着, 放慢了嚼锅巴的速度, 石头娘嘖嘖称奇, 问杨氏, 这锅巴咋弄的, 咋这么香? 杨氏慈爱地看了菊花一夜说道, 还不是菊花, 她把干瞎子磨碎了, 熬了酱, 看锅巴的时候刷上一层, 能不香吗? 那个花生米也是放了八角, 干辣椒, 干虾子, 干菊花, 拿吃顺的古道汤熬出来, 可怜我菊花自个儿 却不能吃这些东西, 忙一场却让我们吃了, 她爹可喜欢了, 菊花菜做得好吃, 她都要多喝些酒, 真是浪费钱。 杨氏先是自豪地看了看菊花, 心里遗憾, 要不是那张脸, 自家的闺女可是有多少人求呀? 接着又忧怨地瞥了一眼自己的丈夫, 闺女儿菜做得好吃, 她爹喝酒的次数也真多了, 这不是浪费钱吗? 正常和高兴的咧嘴笑, 要说菊花做饭的手艺那时越来越长进, 她每餐饭也吃得多, 馋酒的次数也多了, 难怪娃她娘不高兴。 石头羊见杨氏的神情, 明白她的感受, 所以安慰道, 菊花这么难干, 定能有个好结果。 又问道, 咋这好吃的东西, 菊花不能吃咧? 杨氏叹口气, 转身说起这酱, 哎, 那瞎子呀, 菊花吃了脸上就疼, 又咸又辣的东西也不能多吃, 待会儿咬下酱你带回去, 照我说的这样, 砍锅巴给石头吃, 用来烧鱼也好。 石头娘还没支身呢, 赵三大嗓门响了起来, 咬下带上咬下带上, 跟长河大嫂嗑起啥, 这味好, 我还想吃累, 儿子又不让, 弄些回家自己做, 也能多做些, 那时石头就不跟爹抢了吧。 大家都笑了起来, 小石头吃下去的锅巴, 这会儿也开始, 在肚子里发胀, 俗话说, 一碗锅巴三碗饭, 那时说锅巴泡开后, 是饭的三倍, 这东西特地饱, 所以石头感觉到肚子胀了, 他蹬蹬蹬地跑到赵三更前, 将竹盘子往他怀里一送, 说道, 给你吃吧, 目光很是不屑, 大人还这样馋。 赵三一边递给正长河一块锅巴, 一边自己也吃着, 再将盘子递给青木, 笑问道, 现在咋舍得了? 石头娘笑道, 哈哈, 他肚子胀了, 要不然啊, 能给你吃。 小石头重又蹲在菊花跟前, 对他说道, 菊花姐姐, 过两天我要去上学了, 村里连夫子都找好了, 现在他感觉跟菊花亲近了不少, 也没那么怕他那张脸了。 正长河听见了, 记起青木去村长家的事情, 忙问青木道, 青木啊, 你问过村长没有, 是真的? 那树修要多少? 青木便将村长说的话, 跟爹娘和菊花转述了一遍, 又说明天自己一早要去帮忙修祠堂, 赵三听了, 估摸着青木也是要上学的, 便道, 哎, 这可是村里的娃子赶上了, 咱们小时候可没那么好的机会, 青木呀, 好好读, 没准啊, 还能制个秀才回来嘞。 石头一听, 盲对青木说道, 青木哥, 到时候我跟你坐一块儿。 青木本就不好意思, 听了小石头的话, 脸又红了, 想着自己到时候坐在一群小石头中间, 很是郁闷, 正常和连声说道, 明儿你去吧, 家里有我嘞。 嗯, 过几天去吉少买些纸笔回来, 念书没笔墨怎么成。 杨氏则在心里算着, 树修要交多少钱, 买笔墨纸张要多少钱, 家里还有多少钱可以开支, 还要请媒婆去刘家堂, 探探那刘富贵的口气。 哎, 到处都要用钱。 石头娘也说要上集买笔墨, 她和杨氏约好了时间, 就起身告辞。 杨氏果然咬了一小罐子酱给她带着, 菊花又将那剩下的锅巴和花生米装在一个干净的口袋里, 交给小石头。 这小子得了吃的东西十分欢喜, 临走的时候还大声对菊花说道, 菊花姐姐, 等有空我再来找你玩。 菊花只想笑, 跟自己玩, 两人年龄相差那么大, 怎么玩, 恐怕是想来看看还有啥好吃的是真。 回头看看青木身边的盘子, 直觉地倒霉, 自己花心思弄出来的小食品, 却不能吃, 家里又穷, 材料又有限, 可以让她施展的地方也不多。 唉, 瞧着那金颤颤的锅巴, 她直通口水, 恨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吃个饱, 想想那脸还是算了, 已经够恐怖的了, 要是再弄个糖血流浓的, 怕是连家里人都不敢瞧自己了。 石头娘拉着杨氏的手走了好一节路, 才悄声对她说道, 嫂子, 你别心骄, 菊花还小嘞, 我呀, 悄悄地打听着, 看看有那新鲜时辰, 不重重长相的人家, 就托人说没, 菊花这么难干, 肯定能找到好人家的。 她因为菊花救了自己儿子, 现在看菊花也是看哪哪好, 很是为菊花的命运不平。 杨氏感激地对她说道, 那我谢谢妹子了, 要是有那时辰的人家当人嫁得好, 要是人家嫌弃我家菊花, 我也不想嫁了, 我和她爹都不舍得让菊花受气, 觉得要是找不好人家, 那就不嫁了, 咱带着闺女一样过日子。 石头娘听了心里发酸, 她也是儿女心重的人, 连声说道, 不会不会。 又细细地安慰了杨氏一番, 才追着前面的爷俩去了。 丑女如菊第十章播讲完毕,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